一眼是透狗仔哥哥的存在 高舉帥噴眾生的變額 是誰如此自信心爆棚 展現中二魂 補儀餘力咧 那麼對 就是已月老 剛拿下本屆台北電影節的 新科影帝柯震東 幸好有獲得這座強心針 不然才31歲就高喊退休 粉絲們的小心臟怎麼受得了啊 其實滿害怕看到自己 很大的上面這樣 先別管阿東大不大了 Lie今天要關心的是 他封閉後的私下日常 腳上的白襪癖好不變 頭上的陽雞帽堪稱標配 果然 熟悉的阿東最對位 一群朋友來到阿東家樓下 忙進忙出 忙進忙出 連假人模型都一起搬上車 到底是要幹什麼大事咧 相必跟隨著Toyota坐車 內心的疑問就會得到解答 目的地來到了敦化南路上 結果車上一堆 離地摳摳摳都沒拿 只看見阿東獨自一人 守護著一塊大鞭鵝 正當狗仔哥哥好奇心 整個牙齊的細頓 哪個貼心的男人 公開了鞭鵝的真面目 帥噴眾生 我聽起來好皮喔 雖然車內的狗仔哥哥滿頭問號 但還是謝謝阿東補藏私分享 畢竟阿東帥噴眾生這件呆跡 早在江湖上流傳許久 當我知道我的恩客 我的恩客是柯正東之後 我就覺得壓力沒那麼大 為什麼… 因為我要愛上他 感覺沒那麼難 對…如果說今天 長得不夠帥的話 可能我自己就是 會覺得技術性高一點 但是要愛上柯正東 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 就像丹輝哥說的 有這張帥噴眾生的臉 要愛上他真的好像滿容易的 俗話說得好 帥哥的旁邊還是帥哥 看完這款姊姊殺手 我們來看到另外一位 食奶殺手陳柏林 咱們先把時間拉回 6月23號 他出席機到森林媒體餐會的哪一天 波動結束後 陳柏林坐上代言的VOVO 和兩位工作人員一起離開 就算沒有美光燈 陳柏林 依然是個稱職代言人 相比VOVO品牌公館 應該會被感動得不要不要的 收工後的陳柏林 在車上開啟畫牢模式 跟暖男教科書打人哥的心象 完全180度大轉變 我有拘謹嗎 我感覺起來 真的假的 你對拘謹的定義很嚴格 我已經超不拘謹了 你不是拘謹嗎 我拘謹嗎 我超嗨的 對 私底下超級嗨的陳柏林 現在只想回家洗一洗水 於是乎工作人員 就把陳柏林 載回信義區豪宅 結束宣傳的一天 娛樂動新聞 我超嗨的耶 報導